好我们也跟大家来报告一下一件重要的事情 我想大家其实很关注的就是 哎呀我们身体健康的问题 那这边有一个讯息就是 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的执行长 同时也是台大医院家庭医学部 兼任主治医生的医生 那么他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如何消脂保肝好健康 这个时间呢是10月30号 礼拜一的晚上7点到9点 就是下个礼拜一的晚上7点到9点 在上海银行的民生大楼的三楼 那么在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二端149号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要上这个上海商营 储蓄银行的文教基金会的官网 或者是脸书来做一个这个报名 好这个是免付费的 这个讯息呢是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那么也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 我们今天节目上上半段有一些国内外重要的新闻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啊 其实昨天我们才看到 台股有点回神了 好像大家表现的有点点乐观了 今天跟你大跌 目前看起来是大跌238点 好238点了那当然美股不好 台股今天其实也受到了一些珠联了 好那待会也会有一些国内外重要的新闻分享 好在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要跟大家来聊聊房地产相关的问题了 当然最近我们看到房地产有一些讯息 就是觉得是价稳 好价稳量缩了 当价稳量缩之后 下一步大家期待就是你跌嘛 你能不能跌嘛 但感觉上就好像撑住了 也没有太跌 但是你说看房买房的意愿 其实好像也比较弱一点了 那待会好好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这个每次都看到价稳量缩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涵 什么样的一个市场的现况 那当然今天我会跟大家聊一聊 过去很多人说那跟着神山一定赚 不管是跟着神山的股票一定赚 最近倒是跌了蛮多的 但跟着神山的房地产一定赚吗 最近好像也是有一点状况了 那到底从高雄的男子到桃源的龙潭 还有到了这个 现在最新的说法是他要到那个中科二期 那么来这个落地了 好那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可以跟着 不管是重大建设 或者跟着台积电的脚步 都可以这个赚到 都可以赚到这个顺风车 我们待会也会跟大家来做一个讨论 好那当然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还是很关心 毕竟能够现金买房子的比例 其实很少嘛 大部分还是要贷款的 但贷款我们又看到第二季啊 国人平均的一个房贷啊 24.6年 就将近这个25年的一个时间了 那如果说这个利息的压力这么大 那对于一些买房的人 这个压力也就更大了 所以我们待会也会跟大家来讨论一下 在利率跟房贷这个部分 对于买房的一些提醒 那我们在两点的时候呢 也会有直播 所以大家可以听我们的广播 也可以来看我们的直播 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房地产的状况了 因为很多人都在等嘛 就等 其实就是等房地产 比较弱一点的时候 开始有进场的一个机会 可是说实在的 你大概 像我一个朋友 你说他等了 已经超过五年十年了 因为疫情就三年嘛 大概有七八九年了 详细我不知道 就等了半天之后 你想想看 这个房地产 他一直在等低档 到现在也还没有等到 所以每次在看到那个 这个价稳量缩的时候 好像下一步都很难来 那我们就来看看 下一步是不是很可以到达 这个价格下跌的一个优势 单位讨论 好 这个是今天帮大家安排的节目 也请大家两点钟的时候 锁定一下广播跟直播了 那今天的本日之最呢 看起来真的是一个 很棒的一个礼物 也就是工程师 你到底要送他什么礼物好 那就送他一个键盘好了 他这键盘每天要用 但是如果你的键盘的空白键 是像是黄金的 你有没有觉得很厉害呢 有 因为你那个空白键 其实常常会点到 会点到 那这个是大陆在深圳 有一个科技公司 他们奖励了他们的工程师 因为开发很多城市代码 所以呢就送他一个礼物 那这个礼物呢 当然就是他的键盘 是黄金的 金闪闪的 我有看到照片 哇好闪啊 那这个黄金呢 重量有38公克 带有2万的人民币 2万人民币台币大概要8 9万块钱 是不错的 所以呢 网友就很热烈的讨论 说好羡慕啊 但有人说 给现金不好吗 哈哈哈哈 你箱的空白键 我也不能把它拿去挖去来用了 好 每个人不一样嘛 好 欢迎欢迎理财生活动 跟大家分享一些财经消费的新闻 天气先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 其实今天天气还是蛮热的 刚刚我在跟我们中央同事在聊 他说中午的时候想要出去 这个吃个饭 然后顺便走走路啊 都会觉得好热啊 好热 那已经快要到11月了 实在很难想象 还是一个很热的天气 但我现在看到了 明天的天气可能就开始要变天了 那北部东部的天气先变天 而且到了礼拜天的时候呢 全台湾呢 可能都会下雨的 所以呢 从明天开始到下个礼拜一 都要留意一下 东北季风慢慢的增强了 北部跟东半部会转凉了 西半部都要留意一下日夜的温差 那各个地方因为水气增加了 降雨的机会也会很多 尤其是礼拜天到礼拜一 降雨的范围其实非常的广 礼拜二也是这个会下雨 不过呢 下雨跟降温的这个程度 慢慢的会缓和 总之啊 今天的天气相对是稳定的 可入夜之后 入夜之后开始会变天了 那明天各个地方都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雨 这个天气要先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 好 另外呢 就是之前一直讲台积电 在落脚 日本的雄本 那么状况是超前的 那现在有看到了 到德国的落脚 现在也开始有一些新的进展了 先看到 这个跟台积电谈判要设厂的一个过程 都还蛮顺的 然后呢 他们现在也发出了一些讯息 说会努力满足台积电的水电交通跟居住的需求 尤其是员工的子女 未来还可以来念中文 这个母语的课程 因为德国这么遥远 对不对 那有时候如果七小要一起待过去的话 那孩子的一个就学 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那现在看到德国有出动各级政府 就是要招揽台积电的一个设厂 那当然他们有一些补贴的政策了 那除了这些补贴之外 那人才交通生活 这才是大问题 所以我觉得他今天释出这个消息 很重要 很重要 当然你说当地的就业很重要 当地不管是有大学或技职的教育 有一些人才 那如果说外派过去的 你就要考虑到他的交通 他的生活 那当然他提出说 那个念书也会有中文的一个教学 那这样子 我觉得对于员工的子女 在国际学校上课 可能有比较大的一个帮助了 因为他说 这个师傅要聘专业的语言老师 特别就来教这些员工的子女 好另外就是我们来看到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先生 他回到母校MIT就是麻省理工学院去演讲 那看到这个麻省理工学院的新闻 有讲到说张忠谋到学校演讲的时候 当然有重申在台湾台积电半导体成功制造的一个成功关键 那当然他也预测了 就是他在整个半导体的领域的一个角色跟地位 他也预测未来几十年 那么包括印度越南或者是印尼的半导体都有可能会增加 那当然在这个麻省理工学院演讲 也会提到地缘政治跟晶片制造的一个议题 那张忠谋先生他讲到了 他说如果没有国家安全 我们将失去我们所珍惜的一切 如果可以的 无论如何都要避免这样的一个冷战 所以这有就是他在谈话的时候 其实在国外 国外的确有这样的一个声音 就是地缘政治 只是我们在国内 我们在国内并没有大幅的一个讨论 但在国际上其实是有的 我前两天去参加一个论坛 那也提到了一个 就是合并案 为什么没有成功的关键 也就在于台湾到底是不是大陆的一部分 我国外是这样讲的 如果我今天跟台湾的厂商 这个合作了 那如果以后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哇那你要是变成大陆的一部分 那我们这样的合作还能合作吗 这在国外其实是很尖锐讨论的 但我们国内其实比较少讨论的 好这个是我们看到张忠谋先生 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演讲 然后呢他们有杰出校友 也杰出校友 所以他们还有一个大楼 有一个翻新的大楼 要命名为张忠谋跟张淑芬的大楼了 这也是一个很引人注目的消息了 好另外呢 就是美国管制这个新规定要取消这个缓冲期了 那么未来那个挥达他的AI晶片 那么提前竞销大陆 这让业界非常非常的一个震撼 因为呢这是美国他们就取消了 说之前有30天的缓冲期 那现在直接提前生效 总之打来打去的 中美贸易大战打来打去的 现在要提前这个生效了 所以呢 AI这个龙头NVIDIA 他们就讲了说 有很多的晶片要禁止销售到大陆去了 这业界其实对于这个震撼弹蛮惊讶的 好一点办 来看看台股的表现 很多人看到今天的那个跌法 就说不早就收盘了吗 因为一开盘就这样跌 美股这样跌嘛 台股这样跌 所以很多人也就看说 今天的压力其实非常非常的一个大的 就回撤万六的一个压力了 好 今天的排名要做怎么样的分析呢 我们要连线的是万宝投股的执行长 赖建成赖执行长 执行长你好 日本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玩 跌成这样啊 其实昨晚上我们看到美股这样 就心里就有准备了 今天一定是杀身龙龙 你看日本股市现在跌幅 超过两个百分点 跌了比我们还重 亚洲股市都跌了 对啊 七百多点 当然最主要是第一个 美国股市财报的问题 你看科技股财报 德意登的财报 还有财测都不是那么好 所以呢 昨天的非半就出现大跌 非半指数跌了四个百分点 那萨克也跌了超过百分之二 最近呢 除了地缘政治的一个问题以外呢 就是说利率一直维持在高档 市场上就很担心 企业获利在明年 还有今年下半年呢 开始出现衰退的情况 那如果说企业获利往下掉 那你觉得 这个股价可以成了很高吗 当然不可能 另外一个呢 就是在市的问题 那在市的问题呢 不断的在低档 低迷 空头也不断的阻击 那可以看到 金融类股呢 这个可能也受到一些影响 所以呢 不管是科技跟金融方面都比较疲弱的情况之下 美股当然没有办法起色 除了道雄以外 其实其他三大指数昨天都是破底的 那今天台北股市当然就难以幸免于难 然后一开盘就是跳空往下跌 那跌了两百多点 同样呢 这个今天我们也是创近期的新低了 不过呢 最低是16088 就是万六是有力图要来守住啦 那是不是能够守得住呢 我觉得国际的情势呢 还是蛮重要的 那这个除非美股能够刹车止连反弹 不然亚收股市应该都会被拖累 那最近我还是请大家特别去留意 第一个 美国开始进入科技股的财报中 这跟我们联动很大 我们可能每天都要去留意一下 哪些科技股的业绩好不好 第二个还是一样 资金的问题 台币台币如果继续扁 台股很难会好了 所以台币很重要 那现在看到其实很大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挥达的那个晶片 对 它竞销大陆了嘛 对不对 提前嘛 完全没有缓冲期了 对 我想当然这个会有一些影响 不过是不是有一些方法可以去转换 当然这是可能是机密 不过呢 短期间来看的话 NVIDIA的晶片呢 这个禁止销入没有缓冲期的情况之下 一定会有一些影响 但是今天当然大反也在跌 我们去看一下 大家说直接联想到AI股会不会有 跌是更沉重 其实也还好 有跌啦 但是没有大家想象中跌那么重 而且昨天跌最凶的也不是NVIDIA 反倒是其他的科技类股跌的比较大一点 所以我倒认为说也不是 如果真的要限制高科技的东西 进入中国大陆的话 不是只有NVIDIA 所有的半导体相关供应链 甚至比较下游的产业都会受到影响 但是整个来看呢 我倒认为说 AI或高阶的部分呢 其实还是主要在欧美市场身上 那这些欧美的大企业我觉得还是重点 不过呢 回到台股来看 尾盘有进一步的灌压 收在最低点 刚刚不是讲16088吗 这个也破了 今天收16073 跌了285点 最后一盘呢 可以看到一些权重股都往下杀 也代表说市场上的信心度 真的是比较薄弱 问题最近真的很多啦 政治军事 还有呢 商业之间的一个竞争 全部都不断的干扰到股市身上 所以呢 最近可能不稳定的情况会比较多一点 唯一建议大家是说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刹车止跌 因为国际的变数 我们没办法去掌握到 但是呢 大家手中的持股比重最重要 你不能说像我满手股票没有现金 这个把握这个时间点 早就应该之前跌破了一个重要关卡 颈线之后就要减码 现在呢 我会比较建议说 你持有的股票 可能就两三成左右的资金 不要那么多 会比较好一点点 风险性会可以降低一些 我看今天大碟嘛 然后我看那个电视 有很多那个记者 就去访问那个黄天木了嘛 不过他经管会主委 他就说基本面不错 他基本上回答是四平八文 但经济部长完美花的回答很妙 他说台湾的AI供不应求啊 这到底真的假的啊 你真知道 对啊 当然 第一个我们本来 就不能只看台湾啊 对啊 我们的企业互利本来不错 那AI的公不应求 原本就产能不够啊 我们只能这样讲 那个是公不应求啊 因为台积电 光一个COLAS的封测 各方面 信息封量就不够 晶片各方面 可能也没那么快 当然是会公不应求 但是呢 那量能不能扩大 现在那么少量 就公不应求 那以后 如果说能够更大的话 当然是好事情 但是现在就说 我少了一个中国的市场 会不会影响到 其他的一些 晶片的出货 大家就可能去担心 一样是公不应求 但是呢 可能原本公不应求 一百万片好了 现在可能变成 八十万片 还是公不应求啊 但是呢 量会不会变少 这个是大家所疑虑的地方 哦 这是一个关键啊 那最近要怎么看呢 现在大家讲 那最近不好 我就看双十一了 越看越后面了 大家讲到第四季啊 对不对 都已经北风北了 对啊 双十一我觉得 消费力量应该不会很强啦 哎呦 对啊 你会有啦 但是跟过去比较起来 应该力道上是弱的 但是我先不管如何 现在就是说 哪些基息是比较低 明年会复苏的 哦 这个可能是重点 那这个时间点呢 好跟不好都受到影响 我给大家两个方向好了 第一个外资 拼拼的卖 你先避开外资概念股 内资里面呢 会有买的一些中小型个股 股本不要太大的 因为年底到了嘛 主动型基金可能会有一些作战 你去找他最近刚买的 可能会风险性小一点 第二个呢 我看到这个当电子股不好的时候呢 一些传产股就有避险的一个状况 尤其是最近的有些有提起来的生计股 可能因为之前跌过了 你找一些业绩比较好的 或筹码比较稳定的 来做强强短 那至于呢 原本的一些指标性的一些 次产业啦 电子的产业 可能现在这个时间点 要稍微休息一下 不过我看得出来 有些低阶的是在 这个记忆体的族群 还有一些网通的族群身上 好了解了解 这个提醒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非常谢谢万宝投顾的执行长 赖建成赖执行长 谢谢 谢谢 好我们看到这个尾盘真的还在卖 卖 然后呢 加权股价指数呢 是收在16,073.74点 大跌 285.15点 那么成交金额是2365.85亿元 刚指引长讲了 留意一下最近美国的超级财报州啊 因为它的业绩都会影响到台股相关供应链的一个影响 好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 国内外重要的新闻 我们在两点钟的时候 会跟大家来聊聊房地产相关的一个问题啊 像我刚刚看新闻啊 就是台中啊 这个已经开始有人在扫进千坪的地了 这是神秘的买家 也就是因为台积电的一奈米厂 那么可能会在这个中科 那么就要进驻了 所以房地产你看又开始有一些这个波动了 好 所以待会我们都会跟大家来聊一聊 跟着这个 不管是重大建设 或者是台积电的一个设厂的一个脚步啊 那会不会也可以搭上一份这个顺风车 可是你看啊 都是你看能够扫这个千坪地的 那当然就是有钱啊 有钱的人当然就是有很多的关系啦 我们不能说内线 我差点要把内线两个字讲出来 就不是 我们只能说他有很多的管道 或者是有很多的关系 可以多了解一下这个状况的 但过去也不是说台积电到哪去 房地产都会涨的 如果他不去了 那是不是也会引起了一些这个股价的一个 房价的一个跌势啦 好 待会我们两点钟的时候 一起来锁定一下这个房地产的一个观察 那我们先来看看国内外还有哪一些重要的新闻 好 我们来看到了 这个新闻其实蛮重的 重要的就是我们台湾的贫富差距呢 再创十年的新高 那么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呢 是薪资的调整追不上物价的上涨 其实我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啊 是在选后 当然现在选举很多政治啊什么的议题 可在选后要面临一个很残酷的事实 就是我们的水电各项的这个物价一定会上涨 现在是为了要选举 什么都动涨动涨动涨 可是如果真的比较理解一下 不管你说台电的亏损啊 这个水的问题 然后这个其他的一个物价的的的的问题啊 因为现在不会有厂商在这个时候给你涨价吗 你涨价之后 大堆反感 然后反感以后新闻出来 新闻出来之后你就小心 你要被查水表了 你就要被关切了 不会这么傻嘛 可是选后 不管是这个执政党是谁 或怎样 那压不住了 那到时候你就要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万物都起涨了 那起涨之后 这个生活的压力就会大了 其实在贫富差距当中 最有压力的 当然就是在贫穷的那一端 也就是在金字塔那个最底层 好 那个部分的人的压力是最大 因为每个人都要吃饭的 那你物价的一个波动 对他们来讲压力很大 那我赚的钱又比不上我的物价 那生活是不是很辛苦 所以当有这个主机处的这个主机长朱泽民 那么他在立委 立法委员这个被询的时候呢 当然有问他说这是谁的责任 那他的回答是正解的 是完全正确的 就是跟这个我们学校教的是一样 当然是政府的责任嘛 当然是政府的一个责任 所以到底要怎么样的一个改变 这样的一个所得分配呢 在底层的人过去 我们在学校学的 就是用救济的一个方式 就就是用社会福利的一个支出 来改善这个所得的分配 可是我最担心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有一些中产阶级 如果稍一不慎 稍一不慎 不管工作出了问题了 你只要工作可能就是无薪假了 或者是你没工作了 你很快就会掉入那个贫穷线去了 所以这才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压力 所以到底是谁的问题呢 你说现在说实在的 很多人有时候我去买东西嘛 我就会看到那个自助餐店了 其实我本来以为他们是选择困难症 也就是说 怎么会买个便当买那么久啊 像我一个朋友 对 他在考虑价格 对 他就跟我说 你等我一下 因为我开车嘛 那他就说他下去买个便当 我就说哦好 然后一上来之后 我就跟他说 你怎么买那么久嘛 你就自助餐挑几个你喜欢吃的嘛 他讲了一句话 我就觉得 我这样问好像问错了 他就说 那现在一个便当买下来都要一百多块耶 这个对他们来讲 对 这真的是 很有压力的 而且你看他跟我说 他早餐 对 昨天我们才在聊嘛 因为男生都会有吃不饱的问题 对 他们其实是要 真的要吃饱啦 女生可能会一直吃一直吃嘛 因为我们如果吃不饱 那我就不相信 费勇 你吃八颗饺子会饱 你像 对 他中午只有吃八颗饺子 我就不相信你会饱 对 你可能下午要吃零食了吧 我不只 有啊 他说他不会呀 那你想想看 男生 他就跟我说 他早上啊 他早上的早餐啊 我不想要吃什么 他跟我说将近一百块 七八十块 然后中午呢 要一百多块 他说随便自助餐买一买 要一百五 这真的 因为在我们这附近 我们的附近 这附近吃的 的确是 是不便宜 再叫他个晚餐 对 他晚餐还要跟 跟女朋友一起 一起吃饭 那这个费 他们两个也蛮省的 所以他们在挑的时候 不是挑喜不喜欢 而是在考虑一下 这个价钱到底是怎么样 所以你看 他们在 在选择这个餐食的时候 的确就有比较 保守一点 就保守一点 好 这就是我们最担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买一个自助餐 买一个便当 你要考虑再考虑 然后你要资租 比较 然后这个已经变成是 某一些人 就上班族的一些常态 这没什么 这没有什么对错 好坏 你就是要考虑一下 有一次 我也是买一个便当之后 我就跟飞龙说 我很想拍给你看 可是我就很快就吃完 就觉得好像不是那么的饱足 可是也是要一百多块 所以你看 这个贫富差距 真的造成中产阶级的压力 我刚讲过 就是说 如果你政府在底层的 可以做社会福利的一个协助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中产阶级的 万一往下掉的话 往这个悬崖掉的话 其实就很难再爬上来 这才是台湾社会很大的一个压力 好我们持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个国内外重要的新闻 在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 因为最近我们有收到一些私讯 那这个私讯就告诉我们说 他的过程 我必须简单跟大家讲一下 也就是说他去银行 然后李专就有不当的诱导 他去把房贷借出来投资 然后投资当然投资一些保险 或者是一些共同基金 那总之呢 就是造成了很大的一个亏损 详细的金额 他并没有告诉我 然后呢 他就问我该怎么办 那我就跟他说 你要去消费者金融评议中心 那么去申诉 他去申诉了 基本上因为以前我们节目也访问过 消费者评议中心 那我自己过去也接触过 那我大概知道他们的方向 也会比较这个 就是偏重比较弱势的投资人 所谓弱势投资人 不是说家境弱势 而是说我们对于投资理财的资讯 商品不是很清楚 所以他们基本上 会比较站在消费者这个立场 不过呢 在他协调的过程当中呢 银行端也有回复 那就说没有 第一个我没有诱导你 我没有诱导你 所以这个诱导要怎么样的去证明 就是我到底有没有引诱你 然后这个不实 这个部分很重要 第二个重点在于赔钱 我常觉得就是很多人会认为 赔钱就是你骗我 那赚钱就不是你骗我了 这个跟诱导有没有关系 跟骗有没有关系呢 当然是 当然是 他骗就是骗 不能跟我说 今天我骗你了 然后你有赚钱了 然后你就觉得他是真的 就像很多人跟我说 月芬姐 我有加入你的那个line 然后我就说那假的 他说可是我有赚钱 那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他会赚钱 那坦然他是骗的 我就没有再多讲了 反正那不是我 就是一定要这个 撇清清楚嘛 就不要再被骗上当 可是一般人为什么会认为说 我有赚就不是被骗 你可能第一次小赚 第二次小赚 你第三次就大赔 而且你赔的不得了 那我们回过头来讲 就是说银行理专这个 这个问题 你要厘清楚两件事情 这个不当诱 就是诱导 这件事情要怎么的去厘清 不当的这个诱导 他有没有诱导你 还是他跟你说你就说好 然后他会告诉你说 那你要填这些资料 你是不是同意 你是不是清楚 你就签了 如果你签了 就表示你完全清楚了 第二个 在投资的时候发生的亏损 这件事情就觉得他骗我 那如果赚钱呢 那当然这是被赔 赔钱当然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情 特别是如果有一个金额的话 我想是其实是非常难受的 那他现在就问说 那是不是要找这个律师啊 或者是再怎么样 那你就要去评估一下 也就是说这个损失 你是不是要找律师 因为找律师也是要花一笔钱的 不是找律师 就可以解决的 那当然后来我有 就是请他去问问看 这个律师 因为如果评议中心的结果 是这样的话 当然了 你可以在这一两个月之内 如果有状况 让你觉得可以不服 你可以再提出申诉 你可以再提出申诉 那第二个你可能就要走法律这个过程了 那我也帮他问过律师啊 就是说当然你找律师 可以帮你讨公道嘛 但第一个你费用要花 第二个就是说 小虾米也对抗大金鱼啊 那你这个花的时间成本 跟金钱的成本 你都要一律考虑进去啊 所以如果说你去银行办什么活 就是办什么样的一个 这个去办什么办事的时候 而人家给你推荐的时候 你通常你应该要拿回来看一下 你不要当场做决定 因为其实你说 现在不管是哪里啊 银行或是什么 他就会画个叉叉 说你在画叉叉这里签名就可以了 你在这边签名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你大概也没有详细的去看 那个内容到底是什么 而且当下的一个情境 你可能觉得 那不错啊 反正我接出来利息不错 然后我就赚这个 我可能接出来利息2% 那我这个商品又5% 我就现赚3%了 你大概会这样认为 那如果你回家能够看一下的话 我觉得是比较重要 这也是跟我们一般的听众朋友 再分享一下 那我也希望就是说 能够争取到你自己的权益 这个很重要 如果你真的觉得他有诱导你的话 我还是觉得说 你要去捍卫一下你的权益 再想尽办法去做一些申诉 给大家看看 非常这些不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